全新的奇幻冬日行游 首次登场了 上海迪士尼27号以米奇之名发布宣传片 邀请粉丝们参加冬季安排的全新游行 28号迪士尼招牌明星们全都换上冬装 迎接客人 唐老鸭高飞狗和公主王子们 成群结队在园区唱歌跳舞 但这欢乐的景象只维持短短一天 因为才宣布全面恢复开放四天的上海迪士尼 29号再度以防疫为由暂时关闭 消息来得太突然 官方微博涌现骂声 有人说都已经提前开车到园区附近了 现在只能在民宿躺着 还有人嘲讽说 买年卡有福这辈子都不会过期 也有人认为这根本不是疫情问题 是因为风控某些地区的管理的太严格 然后导致一些突发状况发生了 因为随着天气的原因 天气越来越冷 这疫情肯定会有一些幅度上升 同样因为防疫暂停开放的 还有上海东方明珠塔 另外在武汉官方也公告 阳性病例增加 呼吁非必要别外出 即便欧美国家多次对清零防疫提出批评 但大陆官方还没看到要放弃的迹象 广州市政府最新公告表示 将在海珠区试行以闭环泡泡的方式 推进复工复产 管控区的员工可以上班 但必须待在固定区域走固定路线 和固定检员互动 TVBS新闻章志明林敏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